欢迎收看财经Expresso 晚上好我是夏师 首先来看今天的马股走势 英国恐袭加剧市场对地缘政治风险隐忧 但马股在权重股领桩下 盘中一度突破1780和1790点两道关口 创下近25个月新高 马股今天全天启阳11点 以1787.95点币时 汇率方面 马币也随区域同侪小生 主要货币表现好坏餐饭 马币对美元围扬至4.2610令吉 对新元则下挫至3.0890令吉 接着来看今天的市场交易数据 外资今天竞买了1亿8936万令吉 而本地机构级散户则个别竞卖出 1亿3940万令吉 以及4996万令吉 接着有企业Black&White的单元 印度富通医疗保健公司 为了减少公司债务而出售公司业务 而根据市场传言指出 其中两家竞标对手 因为估值出现落差而隐退 因此IHH一宝成为了唯一的投标者 消息指出 IHH一宝或将以77亿至85亿令吉 买下富通连锁医院 如果IHH一宝真的收购富通 这将会是该公司两年内第三家入股的印度公司 换个焦点 我国主要的电子付费公司 以触及通卡Touch & Go 最近决定取消10%的停车场附加费用 但是目前在雪龙地区 只有20个停车场取消附加费 一些热门的购物广场 例如古中城 双威 万达等都还未免除 Touch & Go公司宣布 他们会和更多的停车场营运商 业主 以及有关的执行单位进行洽商 希望可以为消费者免除附加费 以增添更多的便利 再往来看国际消息 为了保护国家免受恐怖主义 以及极端主义的损害 阿联酋 沙地阿拉伯 巴林 埃及 野门 利弊亚 以及马尔代夫 这7个国政府今天宣布 断绝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 导致海湾危机升级 由于中东是重要的原油生产地区 这项决定引起投资者忧虑原油供应问题 国际油价随后迅速飙涨超过1.5% 另外 断交事件恐怕也会影响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减产计划 造成内部产生分歧 甚至令协议出现裂痕 今天的财经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